过期明星走红毯有多卑微 李承出席红毯 千万名后无人理会 一旁主持人全都紧紧围着张艺某女儿做采访 期间没看李承一眼 最后她只能灰溜溜的退场 最后李承和吴京等人再次踏上红毯 主持人直接跳过她 把话筒递给了吴京 转了一圈 话筒才传回李承那里 最后李承面露尴尬 没说几句就结束了采访 黄艺出席红毯千万名后挥手三四次 手中的笔都没人来接 张艺子出席红毯 因为滴血糖再加上当天太冷 直接被冻晕在红毯上 过了半天 主持人才慢悠悠的上前 把她抬下去 完全看不出一点紧张 这要是换成热巴这样的大咖 估计要百米冲刺的跑上去 万千出席活动 一脸笑意的登上台 但主持人却只顾着念稿子 一点没招呼她 万千只能尴尬的自己找位置站 张卫健出席活动 话筒的高度直接对到了她的脑门 半天也不见有主持人上场来帮忙 此时张卫健也是一脸的无奈 冯小刚获奖 文章也站起来握手恭喜 但冯小刚直接掠过了她 和身边的其他人客套 文章只能一脸吃瘪的坐下去 场面别提多尴尬 温碧侠身穿拖地长裙 出席红毯 身边的四位男士 没一个出手帮忙 全都大不留心的往前去 温碧侠只能艰难的跟上去 陈志鹏近年来的消息 总是奇装异服 红毯上不但要露着肚皮 还要穿着高高的木鸡 最后在红毯上跌倒的样子 属实有些心酸 把嫌弃写在脸上的明星 杨蓉出席活动 一上场 金主就牵着她的手不放 杨蓉尴尬的只能后退 合照时 金主又把手搭在杨蓉肩上 贴脸拍照 样子十分紧密 但看杨蓉 虽是满脸效益 但笑容已经僵在脸上 拎到下场 金主又摸着杨蓉的胳膊 上下打量 看起来很是满意 但此时杨蓉已经忍不住翻白眼 任佳伦张军宁出席活动 张军宁撑着墙就要强吻她 吓得任佳伦连练好退 再看她脸上嫌弃的表情 就差把离我远点收出口 刘云菲和金主接受采访 前一秒还在握手问好 下一秒 刘云菲就把手在毛毯上擦了擦 随后还往后挪了一下位置 妮妮和陈坤同框 采访时 妮妮摸了下陈坤的肩膀 下一秒 她就撇嘴整理衣服 随后还在肩膀上拍了拍 像是沾了什么脏东西 和妮妮对视也是标志性的假笑 看上去实在太尴尬 杨明和黄晓明出席活动 杨明一直拽着黄晓明胳膊打闹 她先是抖了抖肩 随后杨明再次拍打她的后背 黄晓明直接给了她一个嫌弃的眼神 而后则直接无视 片场杨明想要挽徐凯胳膊 徐凯直接侧身的躲了过去 完全不想和她有肢体接触 吴宗仙和女儿出席红毯 她直接上手帮忙提领口 吓得女儿张大了嘴巴 随后她要在镜头面前强行索吻 女儿再三躲避 还是阻挡不了 只能撅嘴表示嫌弃 周丽颖拿下观众最喜爱奖 镜头扫到松茜 她撇着嘴一脸的嫌弃 而后慌张变脸 这变脸的速度也是没谁了 女星选错礼服持马有多尴尬 黎晓明出席盛典红毯 身穿紫色抹胸礼服 远看仙气飘飘 可近看却十分尴尬 因为礼服偏小 林允从出场就提着一口气 拍照时为了隐藏妇孺 硬射声给肩膀凹变形 像极了金刚八柄 刘一飞出席微波红毯 身穿刘金抹胸礼服 原以为会仙气飘飘 奈何礼服很不友好 不但显得刘一飞脖子短 一转身 身后的拉链都没拉上去 整个人绑带妖元 顿时仙气全无 徐日志身穿黑色低胸礼服 出席红毯 优美的体态 尽显他大方迷人 但是因为胸前开得太大 再加上礼服不合衫 他只能走哪无哪 拍照时要不断往上提 才能确保衣服不脱落 关小通出席活动 身穿蓝色抹胸礼服 因为礼服较小 胸前硬生生被挤出一圈坠肉 为了挽救 关小通只能用胸前的头发遮挡 迪了热巴出席红毯 身穿黑色抹胸礼服 因为衣服过于肥大 一上场 热巴就用手捂着 在拍照环节 因为衣服下滑 热巴只能躲到男性身后整理 热巴和洋洋出席发布会时 身穿蓝色牛仔裤 因为腰围过大 热巴时不时的在台上提裤子 但看侧面的照片 热巴的裤子上已经夹了一个夹子 不得不说 热巴的腰是真的细 所以一身穿黄色抹胸礼服 出席红毯 一上场 他就紧紧脱着衣服不放 在拍照时 也是不顾形象的往上提 看当时的情况 衣服真是分分钟要滑落 郭碧婷身穿金色抹胸礼服 身材修长 气质优雅 但从侧面看 胸前有很大的空隙 非常容易走光 张萌为了美 也是十分拼命 一件绿色收腰礼裙 登上红毯 但是因为衣服太瘦 为了把自己塞进去 请了三四个工作人员帮忙 红毯上 他是很美 但是下了红毯 就直奔顾客 硬生生把自己勒骨折 不顾客气质